那逼封徐志胜只需要一个黄子涛 参加节目作为飞行嘉宾的志胜去接机 结果刚出机场忘记车停满了 找到车后又发现行李太多车里装不下了 哦 放不下了 这是我的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拿出来 这是我的 别追我有我的规划 我有空间思考能力 这边的徐志胜正愁着行李该怎么摆放比较好 结果那边黄子涛秀其恩爱了 咱到几点要多久 二十分 他牵我手刚刚 装行李了 徐志胜干点正事吧 折腾半天众人好不容易上车 结果刚一上车却发现后备箱没关 徐志胜也是忍不了一点 直接对着黄子涛一顿数落 后备箱没关啊 后备箱没关 我真服了 我也服了 你个世纪你不知道看看后备箱关不关 终于一切都准备好了 几个人出发前往酒店 本以为这场闹剧就此结束了 结果到了定的酒店 黄子涛死活记不住酒店名字 他们要去的是美景客栈 而黄子涛缺一口一个原野客栈 徐志胜听了之后立马纠正他 联系到酒店的负责人后 徐志胜让大家下车等老板来接 下了车之后黄子涛还在一直追问 这次不仅是把客栈的名字忘了 就连徐志胜刚刚在车上解释过的下车原因也没记住 原野客栈 美景客栈 美景客栈在哪 你别人来接咱 他这个叫原野呀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 那咱们在这下车的意义在哪 对啊 等他来接 有没有人能来救救徐志胜啊 感觉他的眼里都快要冒火了 明明志胜是个高情商的搞笑男 只是在黄子涛面前压根温柔不了一点 这辈子所有的不耐烦恐怕都给了他 在蒙探玩捉迷藏游戏时黄子涛一上来 就信誓旦旦的说要带徐志胜赢 我藏就没有输过 你快点 我猫猫很厉害 你就相信我带你 结果其他队的人都还没有出发 他们俩就被找到了 被找到之后黄子涛还责怪起了徐志胜 徐志胜自然也是咽不下这口气 开始疯狂地诉说自己的委屈 只要是和黄子涛在一起 徐志胜想安静一点都难 在蒙探的某期节目中 徐志胜和孙谦在一旁讨论卧底是谁 黄子涛多次想要加入两人的讨论 但惨遭两人的无视 关键是讨论半天还把他逐出了好人行列 听到两人这么说黄子涛直接开始用方言重拳出击 前一秒还在理智分析的徐志胜 下一秒被黄子涛逼得用方言回怼 觉得挺好我只相信男人啊 对 你说什么 你像这么 铁好你我静姐绝对是铁好 但是涛哥现在已经不是铁好了 哎呀不是我能摆表了行不行 我真急死了 你快进来吧 你表的垃圾了 你跟他真顺势的 你很透明的样子 你觉得你那个打脑很轻 果然逼疯徐志胜只需要一个黄子涛 遇见这么耿直的一个傻大哥 徐志胜这通报费挣的是真不容易啊